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多少少都已经听过我的演讲 因为我有一个规定 如果没有听过我演讲的 我是不教手法的 因为当你观念不清楚的时候 学了这个手法 我怕各位会误用 而且健康最重要的是观念 其次才是手法 有了正确的观念 你就不会把这一套 当作是一种按摩舒服的 它甚至了解了之后 原来病 有些都是可以很简易地处理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学手法之语 也能够常常在观念上 长加薰修 这样对各位绝对会有帮助的 这一套手法 我已经用了好多年 不断在修正 修正到很简单 而目的无非是要让各位 很快学会 所以各位如果以前 不管你曾经学过 指压按摩或经络推拿 我希望心态上 最好都能归零 这样才能够学到一些好东西 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般容易出现的 譬如互相练习的时候 把对方揉痛 揉痛了一定要 很清楚地告诉对方 这个痛 如果是因为位置对 而用力过大 那么这些痛 一般两三天会消失的 你一定要告诉对方 要不然对方 可能以后就不给你推揉了 如果对方进一步问 那痛了 还能不能继续推揉呢 答案是很简单 可以 但这时候你的力量 一定要很轻 因为他的痛 是在表层 肌肉层 最好还要鼓励患者 要温敷 这样患者 就能够 很安心地 在下一次 给你继续 用原始点来按推 学习了原始点之后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把这一套 帮助周围的人 因为人都是一个学习的 学习是多方面的 最重要是要把自己的格局 学得越来越大 当你帮助了别人之后 我相信你学习 就会更踏实 这是很重要的 那学习过程中 如果有人纠正你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 很谦虚地去接受 最后我要告诉各位的 现在你们 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个片子 是很多人 花了很多心思 然后各种因缘巨组了 才能拍成的 所以今天有这么好的片子 大家一定要抱着一种 感恩的心来学习 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学到 很好的东西 谢谢各位 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 手法的工具 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手肘 手肘是最常用的 它应用上有两个 第一个 手心向下 一般我们手心向下 用的就是手肘 这个尖端旁边这一点 然后做前后 第二个 掌心向上 用手肘骨 这个最尖端的这一个 那这两个手法 它的动作 以操作者而言 都是前后的 一般如果要用到整骨 还有臀部的骨旁 它还要往外旋转 然后直接再插进去 那如果到颈椎的时候就不用 就直接这样放着 然后沿着这个骨旁这样按 第二个手法 是痘状骨 痘状骨就是这两个 一般是用在舒缓 也可以当作治疗用 那一般是压在筋上 也是做前后 第三个手法 前头法 一般是患者 测躺的时候可以应用的 那就是用这一排 那顶进去 然后再用手腕 这样上下拨筋 食指法 拇指跟中指 压在食指的第二节 直节上 上下压紧 最后一个手法 就是拇指 拇指一般应用 最常用的就是侧面 侧面顶进去之后 然后前后来回合 那拇指指 指腹还可以当作舒缓用 现在我们来讲解头部延时点的释放 首先操作者站的位置 一定要站在患者的头部 这样直接对过来 然后两脚要微微张开 好 接下来的动作 就直接把患者的头稍微做旋转 然后靠到床边来 接下来 接下来 左手 把他的头部直接按住 固定之后 然后再用拇指 把耳垂拨开 至于右手呢 食指在测试 我们现在要按的位置 也就是这一个点 好 找到之后 我们再把我们的工具拿出来 也就是食指 这个要按的手法 那工具拿出来之后 一定要手掌心向内的方向 拿好之后 就直接垂直的顶进去 顶进去之后 他要左右用手腕微微的力量 来操作 至于按推的时间要多久呢 一般操作者 心理上数十下为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如果一般比较严重的患者 那就数十五到二十下 好 我们现在来操作 头部原始点另外一侧 一样把头稍微做旋转过来 那左手一样固定住 然后用拇指把耳垂拨开 另外一手的食指 来找寻我们要的位置 那个位置就是靠耳背 然后还有两骨之间 好 这样找到了之后 我们再把工具拿出来 就是食指 这个食指一定要把它抓得很紧 尤其上下 拇指跟中指要顶住 食指的第二指节 然后这时候掌心一定要对准自己 然后垂直的放下去 好 这时候顶住之后 开始用手腕的力量 左右 来回 力量一定要均匀 角度要小 一样数十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重症患者就按十五到二十下 现在再来按推整股的原始点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一样把头 拿过来 这时候 然后我们从耳后的原始点 然后跨过这个骨头 然后再从头盖骨 也就是整骨 跨下来 刚好两骨交汇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一路按到中间脊椎上面的筋 这样整骨下延 这总共约 四个点